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合成的军装照是挺好看的 但是作为军迷 这样的军装秀实在是不够过瘾 走 跟我找找去 什么样的军装秀才叫过瘾 跟随子萱的脚步 我们来到了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 原来这里正在举办一场 人民军队女军服的主题展 作为军迷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有一个专门来讲我们女军装的这样的一个展 这次展览应该是在全国来讲是首次 场馆里人民军队各个历史时期的女军服 让子萱感到来这里实在是来对地方了 这不刚进来 一套经典而特别的武林式女军服 就吸引了她的注意 寇官长 这个应该是布拉吉吧 是的 你说得对 布拉吉是俄语 就是练义群的意思 但是我军设计服装的时候 基本上是借鉴采用了苏军军服的样式 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了我军第一套知识军服 也区分了男兵和女兵的样式 对对对对 那时候军服非常漂亮 应该说引领了男兴的社会时尚 很多老百姓也反召女军服来设计自己的衣服 对对对 我看这个旁边应该是还有腰带吧 对对对 男兴是缩摇 有腰带 因为这是元件 元件给我们卷赠的不太奇恶 所以那腰带就没有展示 对对 这上面还有那个风机扣 风机扣 是吧 风机扣 是吧 对对对 所以当时这个既然风机扣 军容又非常严真 也非常挺扣 作为人民军队第一代的制式军服 武林式军服历经了抗美援朝战祸的洗礼 除了眼前这件布拉吉 展厅还展示这一件武林式女军服 这件军服让军迷子轩想到了经典电影《英雄儿女》 可文官长 这两套军服是同一时期的为什么色差这么大呢 你提的这个问题挺好的 这两套军服是当年我们反照苏军设计的 像这套叫连宁庄 那么这套军服它是打战的时候 平时训练的时候经常用的 那个时候布料也比较粗糙一点 另外染色工艺也不好 所以这套军服它是四云四年长 越洗越白了 越洗掉色了 对对对 我明白了 就是战场上穿布拉吉不方便 所以就总穿这个裤装 对对对 所谓列宁装是苏联的一种革命服装 因为列宁生前经常穿着这种服装 所以才以此命名 我军武林式军装的东服借鉴了它的特点 所以也被称为列宁装 你看到了吗 这个你看它是双拍扣 对这个扣子和这个布拉吉扣子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 对对对 也是反照苏联军队设计的 也很漂亮 对也很漂亮 这个西式裤 双拍扣 应该是 但是这两套这套军服出来以后 也预示着我们新中国的面貌 焕然一新 彻底和旧社会做一个告别 武林式军服统一了全军的服装样式 改变了战争年代 我军服装男女不分官兵不分的状况 而到了1955年 我军首次实行军衔制 军服又突破了单一制式平战不分的模式 出现了长服和礼服 在展厅中 一件特殊的武武士女军服 就引得子萱是久久住足 这件军服有着什么来头呢 这个是礼服吧 是的 武武士礼服 我看一颗应该是少将 对 那这据我了解 这武武士的女少将礼服 应该是很稀少的 当55年受军的时候 我们国家呢 我军只有一个女将军用的 那就大家都知道 非常著名的女将军李真将军 李真 对 李真将军是1927年入党的开国少将 在后来的一些珍贵影像中 李真将军也多次穿着 武武士女将军服出现在画面中 那么画面中那件唯一的女将军服 就是军理子萱眼前的这件军服吗 那这个是当年李真少将穿过的那件吗 那不是 因为这次这个服装呢 是我们经过军队相关部门体种 邀请这个军队专业的服装企业 给我们特别定制这一套 原来这是一件1比1复刻还原的 武武士陆军女少将礼服 虽然如此 但由于她使用的材料与当年基本一致 所以并不妨碍军迷子萱了解她的特点 真的是完全看不出来 因为我看我眼前的这个展品 能看出来它做工非常的精美 看到那个 尤其这个大帆领上的这个线绣的特别的好 扣子你看这细节之处 是的 你看这个扣呢都是通扣 这个衣服呢两边大帕领上面 绣的是松脂 全是用金线 对 混质的 从手工制作 这个先礼服呢 就是上面是 先这个上面呢也是双白扣 也是媳妇一样的手 下面呢是穿着 褶蓝色的裙子 就在军里子萱正津津有味的逛展时 另一边八五式女军服的展板前 一群特殊的观展者 引起了她的注意 三二一笑一笑 好美OK 阿姨 阿姨你们是当过兵吗 是啊 我看你们在这儿合影 这个就是我们的方队 八四年建国三十五周年 我们是其中的女兵 我们要看一看 这是我国阅兵史上 第一次出现的女兵方队 1984年国庆三十五周年阅兵 第一次出现了女兵受阅方队 而这段珍贵的影视资料 也记录了当时一个特殊的景象 那就是在这次国庆阅兵史上 官里的军人和受阅的官兵 穿着两种不同的军装 这又是为什么呢 当时这两位呢 是我们的阅兵领队 就是前面那两个 好想右看 我们好一二 就是她两个 她两个是我们领队 我们当时都穿的这身军装 就六五式军装训练 等到了九月底的时候 我们才换上了八五式军装 阿姨那您参加阅兵训练的时候 知道到时候要换装吗 知道 就是但是呢 换成什么样都不知道 但是没想到呢 哎呀 到时那会儿是那种 八五式新军装 那种兴奋感 太不一样了 没想到这大眼帽 特别精神 从1965年6月1日起 我军换装了六五式军服 直到1984年 国庆三十五周年阅兵式前期 数月的官兵 才穿上了全新的八五式军装 董旭和他的战友们 正是第一批 穿上八五式女军服的幸运儿 这也就使得 这套参加授月的八五式女军服 显得格外珍贵 而在这一次的女军服展上 他们也将心爱的八五式军服 送来参展 这身衣服就是阿姨捐赠的 通过天安门的那身衣服 这个和六五式差距很大了 很大很大 你看咱们俩刚才不谈到了帽子吗 你看 马上就变了那大颜帽 然后还有这么好的裙子 像女孩子要穿上裙子 那是多美啊 是不是 那您穿这个当时拍照没 拍了 我们有一个大版 就是一个大宣传版 就是说离国庆还有多少天 我记得当时我 轮到我那天拍照的时候 我是正好立国庆阅兵的时候 是第六十一天 我在那拍的 穿着这身衣服拍的照片 交谈中 几位受阅女兵打开了画甲子 也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当年身穿新式军服 踏着整齐步伐 女兵们英姿洒爽地通过了天安门 她们的故事 让军迷子轩钦佩而向往 这次看展 让子轩对女军服 有了更深的了解 可以说收获颇风 不过这里的展品 既不方便触摸 也不能够体验 要实现子轩的军装秀愿望 看来还得另辟蹊径 所以她决定 去找一位神秘人物 李克老师您好 你好 请进 还有些事想请教您 不敢 不敢 李克老师是这样的 我刚从中国妇女 从博物馆那出来 那办了一个 女兵军服的一个展览 我听说过这个展览 看得我意犹未尽呢 然后我还有个小心愿 想来找您帮帮忙 李克 北京资深军迷 研究和收藏各式女军服多年 她能带给子轩怎样的惊喜呢 来 子轩 请 哇 这都是您收藏的 对 其实这还仅仅是军服类的一小部分 子轩 你看 这些是我收藏的部分 我军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一些军服 基本上从50年代 60年代 一直到80年代的军服 基本上都有所覆盖 哇 那女军服呢 女军服其实就是藏在这些的衣服中间 好 那我先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我军这个建国之前的女军服 好不好 没想到一来就有惊喜 解放前女军服的食物 子轩之前并没有见到 她会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军服我在影视剧里面 好像经常看到过 是的 您这种颜色 但我怎么感觉像是男军服啊 对 你这个感觉还是非常准确的 它就是在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前 穿的一套军服 因为在之前啊 我们这个解放军穿的 这个男军服和女军服的样式款式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不太区分男女 原来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 由于条件的局限 当时的军服无论是款式还是颜色 都没有在全军范围内得到统一 不过眼前这件军服 还是能为我们展示一些历史细节 我们经常在历史照片上看一些军服 感觉军服都肥肥大大的 特别长 对 感觉穿一个上衣 感觉跟穿一个小封衣都快到膝盖了 对 是的 一些历史照片 对 很多人都把袖子挽起来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当时这个服装没有分大小号 都军马 不管胖瘦高矮 军马就一个号 这个号是多大呢 当时有一个话叫二尺半 这个词 二尺半 也就是二尺五寸 也就是说它的长度是二尺半 扛起七斤半 穿上二尺半 这是一句曾在军营流行的老话 其中的七斤半 指的是三八式步枪的基本重量 而二尺半 指的就是军装的通用长度 李克珍藏的这件泛黄的军服 让子萱增长的军服知识 不过从军装秀的角度考虑 这还远远不够 看看你的眼力怎么样 能不能从这些衣服里挑出来 我军武林式的女军服 我自己来找找 这可以直接排除了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 我看这个比别的长 我拿出来看看 我们来验证一下是不是 是 布拉吉 你的眼睛还真尖 好 我们来给它挂起来欣赏一下 对 这件就是当时我军武林式的一个下装 因为它是个裙子 武林式的一个女军服 您这腰带也配着呢 对 我刚在馆里面也看到了布拉吉 但是就是不像您这个这么齐全 还有腰带 还有胸镖 这不拉吉啊 我怎么感觉我穿能挺合适的呢 大小黑真差不多 到时候你可以穿上试试 体会体会 其实不瞒您说 我刚刚想说的我有个愿望 就是我特别想穿一穿 咱们这些女军装 好啊 那今天我们就满足一下你的愿望 那不着急 反正您这军装在这也是跑不了的 我还想再多跟着您了解了解 咱们这些女军装的知识 好啊 好啊 由于潜心收藏多年 李柯这里的女军服配饰比较齐全 通过零距离的接触 让军迷子萱也有了新的发现 我们可以放下来看一个 好 能看到现在里面有写的字 能写的字 对吧 我们看到这个戳记上面 翻过来写的是1953年度配用 是吧 然后上面侧面写的是人名 对 这块是人名 对 然后上面是他在宰哪个部队 然后呢 他的这个执别是啥 他现在写的是一个学员 是吧 是的 那除了这个布拉吉 您这还有其他的女装 接着给我介绍介绍呗 还有 其实你可以在这里面找一找 答案就在里面 也在里面 对 这我今天真是 根据我在管理学的一点点的来找 这个 这个是吗 你拿出来看看 是吗 应该是 很好 对 双排扣猎宁庄呢 紫萱刚刚你非常准确地说出来 这是一件猎宁庄 是吧 对 我这毕竟刚看完展览了 虽然紫萱在展览上也看到了猎宁庄 但是一些具体的细节却隐藏在衣服的里面 这会是什么呢 你看看到这个里面会透露出 显示出什么样的信息呢 这个 这个 左侧的兜里边 这有一个大大的红色印章 是吧 对 这个写的是1953年度 说明这件衣服是在1953年出厂制作完成的 最重要的一个信息 什么 就是这有一个大字 对 为什么要写个大呢 你猜的这个大是什么意思 这是大号的 对 真是 对 是大号的 那这分几个型号 当时最早的时候分为大中小号 后来这个型号就会越来的 主步的发展会分得更细 就想武林市女军服的军装就算是有了 那五五市的呢 管理那套复刻的五五市女将军礼服 子萱肯定是体验不上了 不过没关系 礼科这里也有一套五五市女军官服 而且配饰也很齐全 你看跟之前两套相比 感觉多了哪些元素呢 这多了不少呢 多了这个领章 还有尖章 还有这个 武装袋 武装袋 对 其实这套军服呢 就是我军1955年首次受贤的一款女军服 首次受贤的 首次受贤 对 一个杠 两个星 中卫 对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了军衔制 这是我军实现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大举措 从1955年10月1日起 全军开始身着五五市军服 并佩戴奸章 领章 军兵种 勤务符号 以及新式冒灰 这是我军军服史上的重大改革 李克收藏的这件五五市 又能解读出哪些历史信息呢 你看首先 看到这个衣服上面的红红的领章 是吧 红色的领章呢 代表的是陆军 那么领章上面还有一个金属的一个符号 是吧 是一个815星和一个镰刀斧头组成的一个图案 那么这个图案的符号 代表的是合冲军或者陆军的步兵 五五市军服的初纪 我们来把扣打开看一看 它到底藏在哪里 能不能从这里边解读出一些信息 这个更详细了 更加详细了 项名编号 也有生产的年月 对 你看 这有二号 二号 601 你看它这有一个二号 是吧 它这个其实是它尺寸的一个号码 二号 对 二号的意思就是 它适合170到175身高的女军人穿着 那这个我穿应该正合身 嗯 到时候你可以试一试 好 太好了 武林市 五五市女军服都有了 为了让军迷子萱接触到更多的女军服 有一个更加丰富的军装旧 李柯带着她在北京军迷圈找到了另一个帮手 子萱马上我们就到了这个军服收藏家李伟 他们家 我相信在他们家你一定会大开眼界 好期待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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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主持人已经对你的藏品已经越越越是一样了 听问您收藏了很多军装 没有 女军装 欢迎啊 咱们进屋里看一下 好 好好好 欣赏欣赏的宝贝 没想到 一进门 子萱就遇到了挑战 来 我们给你考考你这点 看看认识吗 这个我知道 红色牙线是陆军的 好的 这点蓝色的呢 空军的 对 我爱组过蓝天 所以是一个蓝色的牙线 嗯 和李柯不同 军迷李伟不但收藏了六五式海陆空各军种的女军服 而且对于八五式和八七式军服的收藏也颇有心得 老李爷别藏着叶子了 快把你的宝贝都亮出来 没有什么宝贝 我收藏了一些我军过往军装 今天也可以给你们展示一下 哇 这么多呢 是一部分军装 来 给你看一下 这是八五的 对 这是八五文工团的军装 看看主持人这套认识吗 这个好好看啊 这是八七的 对 但是这个很特别 这件章应该是 对 这是我军八七式军乐团的这个执行礼服 你看这个件章很特别 中间有五条黄线 其实它是一个五线谱的含义 你看这边还有一个音乐的标准 对 和之前的军服不同 八七式军服首次实现了平占区分 建立了长服 坐军服两大系列 并形成了与之相配套的标识 对于这些 军迷李伟的收藏也都十分齐全 这也让子轩对于接下来的军装秀 有了更多的期待 怎么样 看了这么多漂亮的女军服 有何感受 真是让我大包眼福啊 你长了不少知识 行了 我看你越越浴室的样子 有什么小心愿就说吧 那李伟哥 我有一个心愿就是 特别想穿上我们这些老款的女军服 如果能穿上她们做个军装秀 那就太棒了 那当然好了 这个宣传我们的军事文化 宣传我们我军优良传统 展示我军人风采 像你这样漂亮的女主持人 穿上军装一定很漂亮 我当然愿意支持 那就跟您借几件服装 随便拿吧 谢谢 好的 此番寻访 子萱可谓是不需此行 揭出了历代的女军装 也增长了军服知识 现在服装到位了 子萱的军装秀就要开始了 幸福 在阳政筤下 身材尽 没有 所以文化 不必要快乐 看着 身材尔官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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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